美中贸易僵局还没完全落幕 川普又在杠上法国 法国针对全球大型科技公司 克征数未税只要营收超过7.5亿欧元 都要克税3% 包括谷歌 苹果 脸书 还有亚马逊的美国企业都受影响 气得川普呛吓反击 批评这完全针对美国而来 美国是法国葡萄酒最大的单一海外市场 以去年总出口量来说就占了25% 总额超过32亿美金 但有专家分析 若是川普真的开征红酒税 恐怕只有短期冲击 中长期来看影响相对有限 三新闻 王琼慧报道 对我来说 我来说 我来说